这一集其实都是继续我们的五个步骤 继续我们的五个C,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步骤 当我们造成这五个步骤都完成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觉你很容易会有一个合格的会谈 是即时会继续和继续到的,那我们看回接下来 是说第一步骤我们要想想的候选人 我们上一集都说过,如果我们都应该有一份名单 但是这个名单,那怎样来呢,还有呢 会不会是你平时总的好啊,还是不是的 我可以出去的时候呢,我都可以随时加入两个名单的 那我们看回呢,譬如好像我,我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就是分享的时候呢,我想起之前,我要想起 我以前刚刚出来,去做这个web center的时候 我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呢 那我有呢,就是我当是找名单的时候呢 其实我刚刚这么巧找单位 那找单位呢,就约了上去property agent 那就看单位了,看完之后呢 那个业主可能问我,可不可以交换卡片啊,你做哪一行啊,问我很多东西的嘛 那交换了之后,你做web site啊,是呀,是呀 我有朋友想做web site啊 原来这样,就是一个啦 那另外呢,我就会偶然很开心呢 当自己,我在Facebook都有分享过的 就是偶然如果我发觉一个星期里面呢 真的很开心,中了两个的order呢 做web site的服务的时候呢 我就会奖励自己去shopping了 那走出去,那那天刚刚见完之后呢 就去选择一些钱包啦 那选择之后呢,咦,见到一个年轻人好像很醒目啊 而且呢,都很aggressive的 那我就忍不住说,诶,给你一张卡片啊 其实我做web site啊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 就是会想一下这些比较有trend的一些生意啦 那又是一个啦 那又呢,我很喜欢试衣服的 那其实都不是只是试衣服的 但是呢,往往可能我真的经常都在那个 那个店铺那里买东西啊,和他谈得多的时候 那老板呢,就有一次又这样问我 你介不介意呢 给你做web site我知道啦 就是做网页和做网上行销的生意 那但是呢,你介不介意给我个卡片啊 接着我说,咦,为什么啊 诶,我介绍的客人给你啊,这么说 哇,好正啊 那事实上呢,真是有一间呢 海岸的国际的一个展览公司呢 亦都是透过这个老板介绍呢 而成功呢,亦都是销售了网站 最初只是想找名单而已嘛 就是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性而已嘛 那所以呢,有时候去进修的时候 都可能会发掘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不是只是做网络销售这样的 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 我怎么去发展,拓展我的业务,我的生意 我是有UFO的行动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进行一些UFO的行动计划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能和一些partner呢 就去下街啦,就去看一下,聊聊天 去尝试一下,告诉他们 哎,我都是这样认识人的而已,这样 就是这样啦 那我们认识的人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些 用这个蓝表里面呢 去给我们知道,哦,原来呢 很简单,我们分为别类去 去摆回他们对的位置 他是究竟是老板啦 或者说他在那里打工啦 或者说呢,我和他有业务往来的 甚至乎呢,你发觉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商务主席来的哦 那呢,原来他真是很多联系的 很交由广阔的 那我OK啦,那我就真是 要将他们的名单列好了 逐个逐个可以跟踪 那我们又讲回 今个星期都是讲一些contractor services 的 就是说,承包商,贸易商等等 那我们呢,会看到 有些可能是一些设计公司啦 设计公司啦 设计公司啦 或者是一些水电工程 又或者我们 开车的人士呢 可能他都会觉得 啊,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汽车美容呀 现在很热的行业 那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着的哦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经营者呢 他分享有一次在一些会 GMTSS的会议里面呢 我好印象呢,他分享一样东西的 就是,他是做体重管理的那个主收货的 那呢,他就发觉有一个人过来整水喉 那就跟他聊几下,聊一下东西 聊一下又可以介绍他做体重管理呀 又或者用产品呀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都要知道 诶,究竟他是不是老板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说 啊,介不介意介绍一些人给我呢 因为我刚刚呢 在做一个project 就专攻呢 在一些设计公司的 是的,那你就是这样说 问一下别人有没有相关式的 人在那里打工,做生意 做打工的 那就可以找到 那呢,又可以呢 透过有时呢 我们都要用一些服务的,是吧 比如很简单,装修 装修为例啦 那我们都可能都常说 啊,有没有介绍可以介绍呀 那这一个方面呢 你反过来,你用 角色是你想找这个服务 那是不是又可以认识到更多的老板的 做contractor 的人士呢 那,那其实在这个 陌生的市场里面 我们陌生的 那个人选的时候的情况是怎样呢 呢 我就没试过在咖啡室里面呢 咖啡室里面去跟一些潜在的客户 或者潜在的人选聊天就试过 那但是呢 遇上一些人呢 我发觉我有时是在街啦 等车啦 因为我真的不懂路的 或者是搭电梯啦 那时候都会跟人打个招呼 那这个呢 都是有机会 因为譬如我自己是一个商业的大厦工作 那我当然在商业大厦里面 那些人都是 有写字楼啊,律师啊,什么行业啊 会计师等等都有 打个招呼其实很简单 哎,你几多楼的,我帮你按吧 哦,你做哪一行的 就是这样 对方一定会问你 那另外有一些呢 社区活动啦 或者是一些社交的 那这个很厉害的 我不是很去一些体育的活动 但是呢 我发觉很喜欢参与一些社交场合的东西 譬如 他本身有人说 哎,你去不去吃饭啊 哎,稍后有一些课议啊 哎,又有关于一些新的资讯啊 有没有兴趣知道多一些啊 我确实说有的 然后呢 那我就跟着好他们呢 就跟他们一起去 那个活动里面 那你也会发觉 在活动里面 可以产生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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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带来一个的人物网的 那另外呢 就建立人物的一些场合 包括我 我讲过的 在2015年第一次 拿到这个掌资 之中呢 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 嗯,我都是多谢 一个公司的投影片 写了有BNI这个商会 那我就参与了BNI的活动 然后呢 我进而呢 就在那里学习 更多 怎样可以跟别人呢 透过7 step 7步骤呢 就很简单 很容易呢 就你会有很多的转介 那另外分散的消费啦 那我就 刚才说我也很专一啦 但是专一之中 间中就是因为我要有特别的奖品给自己 走到哪里 就是想买什么东西 那那个时候呢 就争取自己的时间 去认识多 他是老板啦 或者他是一个 有机会成为你的 潜在的UFO都可以的 然后呢 透过社交媒体 这里去找一些新潜在的对象呢 对我来说 其实都是算陌生的 因为我不是很善于IT的东西 我也都不是很懂得用Facebook 但是呢 我就建议大家呢 可以在透过我们网路中心的训练里面呢 你会发觉我们的受证训练员呢 有好几个 都是真是 会善用这个媒体 去拿到很多的新的 一些新的 陌生的对象的 所以我都建议你们去上他们的课程啦 那还有呢 跟着那个守门人 我们经常都说 守门人呢 就是一个挡住 老板那间公司 有个秘书啦 或者是一个HR Admin那些 那我发觉呢 有时候我跟他们聊天呢 就是他们有问到 就是在做 在做网页啦 完成了网页的时候啦 或者是之前呢 你跟他们聊天 你比较 跟他们有close friendly的感觉的时候呢 有点尊重 那你发觉呢 他们是很喜欢找你帮忙的嘛 那我记得刚刚上个星期三 就是有一个 叫做 有一个客人啦 是一间旅游公司的 那他就说 我是那里的同事 因为之前你们做得我们的网页多好 我有个朋友做海森 很想找你帮忙 你介不介意今晚就出现 哇 今晚 那我说 我拿出资讯没问题的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人 总之他懂得呼吸 其实他有机会 就是我们的人选啦 那我们知道一些技巧之后呢 那其实我们在同个客会或者朋友一个新的人选去交流或者是一个 聊天或者交流或者沟通的过程之前呢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准备因为我们这个潜在是 他可能是做website service 又或者是做一些digital marketing的products需要的 那我们看一看了 原来第一样就很厉害了 他要问你什么呢 他一定会问你 究竟你在做什么的 那通常呢 在课程里面呢 我一般跟我们的主修或者是他 是网络中心的副修的学员呢 我都会跟他们这样沟通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 示范 我想问你做哪一行的 那他可能就告诉我 我做哪一行 我做会计啊 那如果你做会计 我想不想 可不可以告诉我呢 那其实 会计做些什么的 那当我这样问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很自然很快就讲了 接着我再问回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web center owner的时候 那你怎样回答呢 于是他们回答到呢 我们是一个可以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其实主要呢 我们在见我们的潜在客人的时候呢 最好我们都会连熟了 究竟用你自己的 平时讲话的方法 将公司给你一些例子呢 怎样跟人家沟通 的对话例子呢 连熟去 其实我们呢 是帮助那些中小企呢 是透过互联网 怎样增加他们的收入 同时间呢 亦减少他们的开支的 还有 增加客户群哦 那你想不想知道多些呢 就是这样了 所以呢 卡片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透过 网络中心其实在 内部的管理系统里面呢 你可以打印一个卡片出来 而去跟你的客人交换的 再来啦 那当你又准备了 怎样跟人家 对答的时候呢 亦都要想下 究竟 你现在想着 跟那个 朋友或者客户 或者一个 新的密室人 去讲关于 因为他在做生意啦 那去了解一下 究竟他现在的现状是怎样呢 那我们究竟 在怎样去做呢 那其实我们都是会 透过一些搜寻 引擎啦 那如果我们 透过搜寻引擎的时候 譬如好像 我们左手边啦 在yahoo里面 我们搜寻引擎看到 发觉原来呢 有 有个后面有个 暗颜色的呢 就是 就是卖了广告的 但是 咦 都不见到你的朋友的名字 一路一路看 原来 自然搜寻的呢 就譬如 好像红色 联藝那里开始啦 以下那些都是自然搜寻 咦 都是又不见到你的朋友的名字 那跟着再看看 Google Mac那里 又找不找到你的客人 你打算见到这个客人 那个朋友 的名字呢 又见不到啊 甚至乎在Google search 都见不到的状况之下呢 那你又看一下 因为这里都想解释回 究竟什么叫付费的位置的广告啦 那就是有写明广告两个字那些啦 是的 那你都发现了 不过同时呢 你都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卖广告 有时可能那些客 自己是有卖广告的 那如果他有卖广告的时候 那你亦都可能 和他准备的时候呢 是一份Digital Marketing 那个 Evaluation 是评估回 究竟他现在用的 洗费多少啊 或者他用开什么关键字啊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准备啦 好了 那自然搜寻啦 那就是看到 在 里面呢 那你 亦都可以透过 通常大部分呢 我看到是做contractor的那些公司呢 大部分是没有 做这一样东西的 那所以呢 你亦都可以 透过问他 咦 原来我看不到 看到你的 那这样说 所以亦都可以 那个 设入点 和他聊天的时候呢 都会用一些 搜寻 引擎 自然搜寻 排榮啊 多少 和他聊天 但是 这个是你们做一些前面的功夫 看看究竟 他们 搜寻到他们 亦都 这个呢 是一些 资讯性的 给我们了解呢 就是 好像今天呢 我见过客户呢 其实是已经是 第二个appointment 属于一个叫 Follow up Follow up的一个appointment 那因为有时呢 网络中心呢 都很好的 他们呢 都会有一个电邮 传出来 Follow up Appointment 那原来 我们做完 这个会谈的时候呢 网络中心都会再 加一个电邮 提醒 就说 会不会再和你 做多一个Follow up呢 那同时呢 我就可以 和他们 聊天 那聊天 我今天呢 就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都说 你看一下 有时为什么那些排名呢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他就说 我想问呢 上次呢 你们webcenters 就说了 你们是 在后台里面 可以 输入一些 SEO的 方便做到 SEO的 搜寻名期的 一些关键字 词 或者一些 文字上去的 那每个都这样做的时候 谁会排到 那我就 就是用这一页呢 去和他们沟通 我就说 是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Consent Contact里面呢 350个商家做一个研究 那原来呢 起码有50%的人呢 根本 就他们没有正确的排名 因为他们的字都要写错了 就是他自己的 那个 有时他自己的 自己的公司名字都错都不停的 又有些呢 就是 他完全没有做那个确认啦 或者他自己的名字错都有机会 那所以呢 就自然搜寻都是 这里都是一些 说回呢 就是说有时我们都要看到 他有没有一些 除了搜寻里面呢 会看看 有没有如果他是有网页的话呢 我们又会了解他 究竟你现在有的网页 有没有一些 做着一些blogs 评论啦 或者有没有一些 integrate 到 一些社交媒体 比如Facebook Instagram 等等的东西 那你也都可以将这些资讯 其实是几分钟就可以搜寻得到的 那 再者啦 如果他的行业 说的是一些 饮食业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都会 都会 或者是 都会问一下他有没有一些 另外 一些网页 另外一些评论的 一些社交媒体的 方案 正在做 那样 那又可以呢 了解 是的 这里就讲了社交媒体啦 有没有贴文啦 还有好像 做工程公司的那些呢 我一般都问他 你们整天都会有些project的照 那有没有近期的照 那你看着他如果现有是有网页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有没有定时的改变啦 又甚至乎呢 他有没有一些互动式的 因为做con 我记得我 之前做过那个 网页的呢 我们发现了他之前他们没有 一些与客户做互动的 就是没有一些表格式的东西 给他们去输入 问一下报价 或者是 一些 就是一些 黑市的资料的资料等等的 好了 那另外呢 这个 这个呢 就是这个评论呢 就是 就是多数 一些饮食 我们有时自己出家饮食呢 你都会发现 你 Facebook 给个资料 我或者 这个呢 就是专门给一些外国人呢 到海外的时候呢 他消费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这个 诚信 就是一些 信用度比较高的 的评论来的 所以呢 Desk file呢 有时有些客人 都可以透过 用 叫那些客人 说你在网上 和我的评论呢 我们又送一个点心给你 就是这样的 这些类似 类似 怎样之后呢 那我们第三个部份 自然就是 联络啦 那我们联络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要 试下看下我们 怎样 去 和对方 沟通的 那上一次呢 我们都说过 我觉得 这件事 挺重要的 但是 我经常 练习 但是都经常都 不记得的 就是首先都会问一下 现在方不方便 跟你说几句 这个时间 打不打扰你 那 这件事呢 他觉得你很关心 和很体贴 那让你 一开 似跟他对话的时候呢 他都会 真是一路一路 和你 会给心意和你 临头和沟通的 又或者呢 如果我们真是想 见到面了 你是一个 相熟的朋友 那你又真是很想 和他 做一个面谈的时候呢 可能透过电话 或者是 你告诉他 我突然 有一些新的资讯 那和你的行业有关的 不过就想 找你出来 研究一下 看看又好不好 因为最重要是做到 对你来说是生意 会增加到 我觉得都是一个 一个值得去了解的 一样东西来的 那就是这样 就约他 不如 你有没有 10-15分钟的时间 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这样 就这样约了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样 那有时呢 我们都很想 必需要 应该是说 避免 还有 就是别人忘记了 那有些人就觉得 好像不好意思 那我都试过的 在我 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经常都觉得 糟了 其实当约了一个会谈 可能是下个星期二 都约了三点的了 那接着一路呢 就害怕到 下个星期二的三点 那天天都害怕 接着就不知道那天怎么办呢 我记得我当初的我是这样的 那去到那天的时候呢 我只能这样想 最好你不要打你了 因为 最好你又出差 或者不在就好了 因为其实我很害怕 是的 但是其实呢 就真的不害怕的 当我做得久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 哎呀 用什么害怕啊 根本我们 有个产品 主要跟我们说的嘛 所以我们就是 没有了这个压力的 那只是需要做什么呢 好像平时 跟人家聊天那样 WhatsApp 说 你是否这么多 怎样的 再约 那我发觉呢 我就会用这个方法啦 好像今天这个客人呢 可能 前日 前日 或者昨天 人家会 send 啊 是不是 那天见了 我说 confirm OK的 OK的 我会去到你那里 最好自己 自己reconfirm呢 就算 你去现场也好 那你reconfirm 那个时间 和 约定那个时间 是几点啊 或者在哪个位置啊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时候呢 讲真话 有些会谈 我完全 我自己都不需要出席的 因为我有时都说 我是透过 网路中心的 产品资源 那我现在做到熟的时候 我会做什么呢 其实我可能是 约了12点的时间就人家啦 有时12点至 1点的时间 他们before lunch 那我呢 就记得那时候是为什么选择那个时间呢 是因为我正在打工 OK 我正在打工 所以我选择12点至1 那我做这个会谈的过程里面呢 要是在吃午餐 要是呢 就出街 那所以我就 我自己的儿子呢 仍然是做到这个会谈 而很成功的 那这个都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啦 好了 那刚才讲到省媒人啦 那我们怎样去 和他们 有一个 电话去联络啦 等等 那其实呢 有时可能 打电话回覆 他们的时候呢 可能 其实 他们会 有些东西 会问 或者是 过滤过先的 但是我们 在我们的身份 只要你做得比较专业一点 有礼貌呢 其实你会发觉呢 我经常都可能是这样 好像很熟悉的感觉 喂Goria 你好啊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阻不阻你啊 这么说 跟着我想跟一跟呢 上次 李老板 跟你谈过 说想约 就是都说 来着可能 都想知道我们关于一些 社交媒体呀 或者 搜寻人情的方案的 介不介意我和他约个时间呀 这样的 其实一开波 你和他们讲话的时候 温柔一点 虽然我把声不是多漂亮啦 但是都温柔一点 想做得漂亮点 有笑容的呢 你对着一块镜子说话呢 你就发觉 好正 声音是零射不同的呀 那 约到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时 我都 透过这个 一个 设计中心的 和管理的一些 评论表呢 我有两种做法的 第一种做法呢 就是有些行业 或者有些老板 你视乎跟他沟通了 你喜欢我 传过去给你 你帮我填上 有些人是真的喜欢这样的 我传过电邮 那他就帮我填上 然后传给我 那他方便我呢 去将他 上传给 给 背谈 的产品专员 去看的 所以我make appointment的时候呢 就方便我这样做到 所以 可能 你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那因为面对面的时候呢 有时可能问问题呢 你自己 在问他的时候呢 他又有些什么 问你 那都可以帮手 写下 又或者他 无端的 讲一讲一讲 又讲了别的 然后你又被他 带了去别的 所以呢 传电邮给他 或者是坐出来 逐项逐项 你填一填 那样 或者你不明白的地方 我又可以 讲解一下 这样东西都ok的 那 跟着就是因为刚才呢 我们有之前可以搜寻到的资料啦 那我们可以 见他之前呢 就是在约一个真正的会谈的时候呢 可以首先 打印了我们的搜寻引擎的结果出来呢 知道呢 亦都可以方便我们整个会谈的准备的 那进行中咨询的时候 要求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用电话去进行的咨询的话呢 那当然是 一路问他一路写回来啦 但是如果你是面对面的时候呢 那你呢 可能就是 问完去其中有一样呢 都要问一下 其实有没有这些决策人呢 是当日呢 我们想着和你 现在 拿一些information 拿一些资讯性 和你的requirements 其实requirements 很重要 因为 很多人 想得着 想着要做一个网页的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知道 他们要有什么需要 他自己都会 可能有些是不懂 但是有些他也懂的 所以你就大胆地问他 不知道你有什么的特别要求 功能性要求等等 他们都会告诉你 甚至还好一些的话呢 你介不介意 给两个相同的一些网页 网页 给我们去 去说你like的 或者dislike的 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 那你就可以 给你自己判断到 他喜欢的哪个地方 帮你多问一些 到时候真的做会谈的时候呢 你就整个过程呢 因为你已经有准备 和产品员有夹过呢 其实结果是 真的不一样 通常都closing到的 那 跟他们沟通的过程的时候呢 当是面对面了 那你觉得哪一类型 会令到人家觉得有兴趣呢 我记得我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整天都好像 当知道所有的东西 明明记得 是说我们只是约一个会谈而已 但是呢 我就讲多了 因为 因为知多了 自然就口快又讲多了 所以呢 说明刑呢 其实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人有兴趣 又或者有些人呢 有个简报的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 就是可以用一些PowerPoint 出来给对方看啦 有些是推销啦 一定是好的啦 相信我啦 甚至乎呢 好像当自己在教育着人家 或者是 甚至乎呢 有些呢我觉得有时直接都挺好的 就是说你只要直接一点 但是专业一点 跟对方 找一些了解的东西 但是呢 我发觉在沟通真是想跟别人去交流 和令到人有兴趣呢 反而是你要做一个角色就是 不如反过来 譬如对方在做的行业是 冷气工程 或者是 室内设计等等 不如你反过来问一下 其实 可不可以多讲一些关于你的业务 告诉我 其实你们的Target的Client 或者Target的Market 是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会做网页呢 又或者网页 最重要的哪一部分 是令到你的客户最喜欢看的东西呢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 又或者 你们做生意 就是大家都是做冷气 你就熟一点啦 但是我很想知道 其实 譬如是 你强在哪里 最优势在哪里呢 介不介意多多些给我听呀 就是这样 人家真正觉得你 对你有兴趣 反而是你提问多些 聆听多些 结果就不一样了 那么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听了那么多的时候 你只是告诉他 其实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告诉你 那也是 可以透过 一些 比如说 问你 有些更多的资讯 有些 比如说 假之间 你可能在 网站 你正在用的 你可能正在做的 你想 做一个 优化 新的网站 又或者 因为你现在的网站 是不能够有响应息的 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你问他 困难在哪里呢 其实呢 都会告诉他 有方法的 很简单 就是 我不如和你 约一个会谈 因为在会谈里面 我们的专 每一个 都有一个 一间公司 都有一个 不同的部门 都是他最强的 去负责的 那个方目的 同样地 我同事呢 是负责这方面的 所以我都想 直接找我同事 去给一些资讯 或者给一些 就是一些新的资讯 或者你想知道的东西 或者解答你 那就最好了 好了 接着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 都 给大家认识多一点 是关于 我们的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product 就是说 数码行销 的一些 产品 其中有一个呢 其实都很容易 单买它 都做到的 因为好像 今天我都说了 见那个客户的时候 同样地 他就说 个个都做到 个个 现在不只是一个系统 你的系统有 其他系统都有的 都可以做到 但是怎样去确定呢 那我就说 哎 那我就很简单 用联络 那个sample 给他看呢 就说 你试一下 按了 这个叫做 商业冷气之后呢 你按一下图片 你发觉 咦 你能不能够 令到 这张图片 是吃了下去呢 这个呢 就 真的不简单了 所以其实 用公司的SEO 搜寻引擎呢 是帮助到 本地啦 就是有本地 还有另外呢 都会有 海外的 或者是分 每一个 譬如 纽约 纽约 Principal 等等 这个每一个区域 都有分的 所以当你要问的时候呢 可能你要听多些 关于 他们想不想 有这种 出现到 搜寻到他 因为 我另外有一个客人呢 他就说 其实他什么都不用的 因为呢 他最重要呢 就是他本身 还是尝试公司 所以呢 在某些人 某些个公司呢 你就要真是 去了解对方多些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跟他这样 去聆听听一下 这一样东西啦 又或者呢 如果他说 不是我很想 那你介不介意 告诉我们 听呢 那你的竞争性 的对手 是谁呢 那又可以了解的 他现在排名的 次序是多少呢 对于关键字的 广告呢 其实我们都有做的 那有些 有些 有些 很直接 他们的行业 想很快 比如搬屋公司啊 等等这些呢 他们都想 是透过一些 广告字 直接呢 可以得到个 成效的 有更多的业务的 又或者他们需要 在一个 就是 觉得 有一个好 一些 就是你会问 那你们 如果 真的有做着这一样东西 有用着Google AdWords 或者是一些 买关键词 SEM的话 那其实你就会问 你这个网站都要 真的 真的 同时间一起升 会做到一些 就是那个 那个 出来的效果 要有型的 有品牌 设计的 又可以 跟他透过这件事 又回到网页 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 我们讲讲 右手边我们看到 一些资讯 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 网络中心 那个 Mawc 411里面 在个 支持 支援里面 有个下载 下载里面 其实都会有 有这个 B2B服务的目录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那我都 鼓励大家会看 因为 这里的价格里面 都给你知道 原来 搜寻引擎 我买得比较多的 就是2535这个 是的 这个是一次性 因为这里写了一个月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应该一次性 都可以的 是的 另外就是 另外下面那里 就是Google AdWords 你看到 重点都是 跟他 不过我都是这样讲 这个是一个目录 可以打开 好像我今天 都透过 网上 download了 一个PDF的时候 就是这个文档的时候 我就 送给这个客户 让他慢慢看 然后告诉他 你将来 做完网页 一定要 这样 是一定要 OK 一定要 就是这样讲 接着呢 还有Facebook 我发觉很多 客户 他们 有些就是有Facebook 但是就没有网页 但是有些 就是没有Facebook 所以 有时呢 我们都可以 透过 了解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跟他说 你们虽然有Facebook 但是你们 究竟有多少个曝光 状态有多少个观众 其实一路 follow 你呢 其实呢 都可以给他一些意见 如果 如果他们 引起他 觉得注意到这个问题 考虑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啦 然后你说是啦 帮你约个时间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 就是这样 Social media呢 我记得有一次呢 就有个客人去做 餐厅的 那我跟他说 为什么你要我做网页的 他就说 因为我只是做Facebook 那个website又旧 又没有搞过 Facebook 经常被人烦了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被负评 不是那么好的 评论 那他说 神经病的 那我就说 哎呀 我都理解你这件事 不过呢 其实应该有一个服务 很简单叫做 网络信誉管理 那这件事呢 就和你洗牌 很快的 就算 是 给一个扶评 但是你都可以有一个 正面的回应 给对方知道你服务又好 接着又给很多人呢 又写一些正的 好的扶评 那你说是不是很多呢 那这个呢 都是我们有一个服务的 都可以 透过会谈呢 和你呢 去了解 或者 你可以 就是这样 帮到你们啦 这样 就是这样 那用零售去建立你的事 不管你是网络中心 TRS 体重管理 或者是motiv 甚至乎是健康 的东西 那你都可以真是 有一些故事 为什么 人家问 为什么你会这么多 网页卖得到 Digital marketing的 product 你都可以 做到 在香港的市场 那其实 我就觉得 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决定了做 我相信 其实 我相信了之后 我一定会行动 在我行动的过程里面 我做得多 做得多 练得多 我自然就会有个结果 而结果 是令到我很兴奋 甚至乎 买东西 然后又觉得 很好玩 然后又再来 再多一次 重复地做 重复地做 所以你的故事 你的见证 的确实 真是可以帮到其他人 帮到其他的 SEM 就是一些 SME 讲错了 SME 就是 small media entrepreneur 是的 就是那些 中小企业 OK 是的 亦都是 可以试下 一些 比如我们可以试下 一些推荐 推荐 他们 其实这些有机会 你认识了的人 是不是只是 告诉他们做网业 设计的 服务 那些 其实不单止 有时 如果 好像刚刚 今天呢 其实我很开心 我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呢 我昨天约了我的租客 就出来 因为我见到他 他都很多业务 都在做生意的人 那我就问 其实你可不可以 转介一些 客人给我呢 我就邀请了他 今晚做了我 一个 客人 来到这里 听我这个分享 同时间 我亦都告诉他 其实 真的有很多个 业务 我们都可以 是不需要投资 那么大 亦都不需要 传我们的货 在我们的 我们自己 要买很多货 甚至要入很多 想很多的问题 怎样有萝卜 这样 我都希望 透过今天 或者是 再来了 已经约了他 来近星期五 再有个 面对面 再一个 单对单 的UVP 就是一个 会谈 这样 他希望帮到更多人 透过这个业务 可以 可以成就到他们的梦想 这个过程呢 一个重要过程呢 就是 刚才说了 那么我们有时 要 找出一些潜在的需要 其实就是要有 迫切感 那么我很幸福 而且我觉得很开心 公司能够有这个 2018年 是不是 这个行动计划 是令到我呢 又有得玩 又有得开心 我就觉得 可以迫切我做一些东西了 还有我会看到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都是填一下表 但是叫得我们填表的时候 那样东西就是重要的 甚至乎每一个星期来上 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觉得 就算我正在吃饭 就算我正在做什么 我都会尽量想办法 是会听 甚至乎我真的没时间听 我正在上班 我都可以上YouTube的Webinar 去听 这样 是的 在这里分享故事 同时间 有时可以 有些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的话 如果 比如做一些建议 如果我 这样做 你会不会愿意 等于我刚才说 我说 如果我想找你合作的 你愿意和我 去看一下 可不可以创造 更多的业务呢 又或者 你可以试下 有没有一些朋友 可以转介给我 我当初就是跟他这样谈 我说 其实你可能又有台湾朋友 原来你的客户去了澳洲 我给你个Global的网站 你介意转介一些客户给我 他都会说 这些鬼佬一定会用的 这么说 是不是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尝试一下 聊聊天 跟那些人直接 去透过这个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一定要开口说 那是了 closing了 讲回网站的那些 当我们这些资讯都准备了 也都保持自己是一个专业的 就不是一个专家 然后就透过 我们的会谈里面 就由我的同事 去处理 你就会发觉 为什么会销售到呢 其实我也有一些 重点的 那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有时 在这个会谈的过程里面 我会跟他们 就是首先开始的会谈的时候 我会说多一句 这位同事呢 譬如他叫做Andy 我说Andy呢 其实他很好的 很厉害的 很清楚的 一开始的会谈 我就说这句 这个客人就会专注很多了 还有呢 我们有会谈了 展示了之后 跟着我们 跟着又做些什么呢 可能 我们也都 譬如说 如果 有时面对面 发觉 他们又不是 不过其实也不会 就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 Appointment 我就很肯定 他们就是 对他有兴趣的 所以但是 如果你做不到这个 Appointment 反而我就会 跟他 上到网那里 看看我的网铺 就是我的Shop.com的网铺里面 我们 我会给他看到 其实呢 你们做生意呢 就算你不投资 就是觉得 暂时未是时候 去做一些 网上 一个 推广的 一些网页 或者 这些 需要的时候 但是你会想一下 你的消费转移到 其实你可以省到钱 那我就会 打开我的Shop.com里面 给个cashback 现金回质 报告表给他看 而 令到他 可不可以 再了解一些 让他知道多些 好了 今天呢 我都有 三个 好像是三个 我来分享的 那第一个 我来分享 候选人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 有朋友叫吃饭 有饭吃 当然是开心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吃饭得奖的 得奖的意思就是登钓 对了 那我就吃饭了 那我吃饭的时候呢 那我就 想怎样跟对方说现犯呢 同样地 刚才都说过 我想问 你做 Fro Fro 那些地板的 挺好的 我家里其实都觉得 我养猫呢 我都觉得 很烦 其实我都想知道 多些 一路一路 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 他觉得我很有兴趣 因为 他觉得我有兴趣 他的业务 那跟着呢 就 就 当然是当时 在吃饭 但是都可以 即时约 我都说我都真的想 即是有个朋友 又是 想 整个新的地板 那我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都想转介一下 不如我们约定个时间 约一起吃饭 约一个朋友 那他就 一定约定了 是不是 那跟着呢 咨询的时候呢 这个是另外 即是 吃饭吃饭 那就了解他的 东西 那同时 我又 因为 都说我又想了解一下 你的业务 为什么不在网上 因为 你现在说的 是想 多些的公营 或者政府机构 去用你的 物料 那我就 主动呢 就拿了那个 15分钟的 consultation 就去问他 那跟着就 完成了之后 我说 当谈谈谈 那跟着就 原来呢他都很有兴趣 所以就 confirm了 appointment web center 跟着结果呢 就买出了 是的 那卡人呢 就给了 分4期 分4期付款的 是的 因为如果他们 说budget不够 我就说 用visa card 就行 是吧 这么说 那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 候选人是谁呢 就是 我们的 partner 就是我的partner 他也都是有 成为一个 网络中心的 经营者的 阿V 跟着呢 我都 平日都希望 就是有 告诉他 是做到的过程里面 可能 我们通常都有时 单对单 去 去 去告诉他 透过 这个 Mawc 里面 你怎样可以看到 更多的过案出来呢 那他知道了之后呢 那他又觉得 那么巧有个客人呢 就request 那我就说 你最紧要就问一下 拿一下name 卡 那他真是照做啦 这样 跟着 因为那个 看到的现况呢 就是原来他 得一页的 non professional 的web site 就是web page 的一页 可能就是得公司的名字 电邮、地址、电话 这么简单 那 就是透过 电话再跟客人 沟通 想问多些 关于 有没有一些相关 的project呢 就是说 通常客人都会这样问的了 那就问 那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那些呀 那其实有和没有都不担心 因为透过会谈的时候呢 有时我们的会谈那边呢 都会给到一些相关类似的 但是呢 比如说零售业 比较多些 那另外呢 就是 那跟着呢 就是 现在呢 状况呢 就是awaiting second appointment 就是说 第二个 和他约会谈的时间 那还有呢 那会谈呢 就一定会schedule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online demo 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发现了 那个感觉呢 是不一样的 还有最重要就是 可以立刻叫他 或者叫 我通常是这样的 叫那个 那个产品专员 我说 麻烦你告诉他 如果要settle的时候 怎么输入 怎么输入 那个credit card的资料 是怎么去做的 这件事 我就会 即时 在closing之前 叫他做这个动作 所以呢 我只是跟踪 和跟进 你懂不懂 还做了没有 还没做呢 有时有些是真的不会即日做的 但是我们就打电话跟进 那就做了 那坚证 结果是什么呢 我可以说 这个是sue win 为什么呢 basically 就是那个客人呢 就跟我们的新的 WCO呢 就是网络中心的经验者 那个punner呢 是verbally 搭去 一定没有问题了 就找他 所以你看到我右手 就说收到很强的closing 哦 就是这样 好了 第三个个案是什么呢 第三个个案 我都就是因为 我都希望大家 看过这些个案的时候呢 或者 我的经历的时候呢 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不只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那时候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WCO 也是前身做过certified trainer的 Cristine Ho 那时候的现犯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想 每一天要做到加两个名单 于是两个傻婆就走出街 走走走走走 去到那些工业楼的时候 就走走走走 就不小心 就变成买东西了 那走走走走走 其实想了解多些学校 聊天而已 那接着就 在这个官堂那个工业大厦 买东西了 买了 觉得 咦其实这个东西有多划算 有多好啊 那这个是面对面的 同个 那个 当然不认为老板 其实我们就看得出是老板 今天聊天聊天 因为问几个问题的时候 他答得那么快 不是老板就期了 是不是 对了 接着呢 在咨诵的过程里面 就是大家在改天见了面认识 那我当然给了卡片 交换了卡片 接着之后呢 我都 继续问他 当时是没有15分钟的minutes 因为几年前的这个案件 接着呢 我就问他 但是呢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 其他话得事的人呢 可以透过这个 因为我会做 online appointment给你们的 因为这样会清晰一点 你会知道 他有什么优点 这个特色在哪里 所以他就带了他太太 做了这个 confirm这个appointment 一起去听的 那成效是什么呢 除了买出了网站 除了买 网站仍然在 除了每一个月 都有bv给我们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虽然不是很experience的 不experience 不是很active 因为他有他的业务 去做他的生意 他加入了之后 但是很成功地 去sale了 就是我们令到 Christine很成功 sale了一个convention ticket 给他啦 一起去参与这个会议啦 同时间呢 他在当时 有一个新的UFO的 所以你说 就是这个 网络中心 证实可行的系统 是不是很厉害呢 最后呢 我都介绍一下呢 就是你想做到 你想做得更好 其实一个很简单 就是你要学 我当初都是不断地去学习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在香港已经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 sertified trainer 帮到你们 其实他们各个人呢 都有他们的 就是 长处 很厉害 我喜欢有几个 他们 有几个都是 除了我们的 我们叫做前辈啦 是不是 Kleiman 又有 Marco 上过那些访问 很厉害的 关于网络的 就是 的solution 又或者 Methy本身也有做这一行啦 Kirk也是啦 那 Joey 我很喜欢的呢 她的分享 因为就是 很生活化 她自己就是一个用家 跟着 她说出来的爆炸性呢 令到很多学员都觉得 嗯 真是很容易做 同时间呢 我最喜欢 Karl 她呢 就 她是在 Marketing那方面呢 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 听一下她呢 你又会发觉 你又会知道 多些更深入 那么清楚啦 那还有呢 哇 你看到这个 Winnie呢 很开心 是不是 那他也都是 最近都刚刚举办 原101 我见到呢 他能够帮到 很多人呢 就是一个家庭 主妇都能够做到 很强劲啦 还有我们的Francis 每一次 每一年 他在台上 都帮我们分享 我们网络中心的资讯 所以 你们值得去了解 和参与 好了 最后就是说 这个礼拜行动做些什么 其实每一天联络五个人 有没有做到先 想一下自己 有的有的 我今天跟那个人呢 做网站而已 本来是 帮我做网站 但是他是一个 Marketing的同事 其实我都很 Target 他成为我的什么呢 是超连锁定事务 的一个人算的 那同时间呢 在情的 我的租客啦 所以其实 朋友 租客 只要你真心真意 去帮他们 和亦都是 肯合作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个都是 你的人算 总之 一句说完 会呼吸 就OK的啦 还有呢 学习啦 练习啦 学完 我们没有去练习 所以我都 鼓励大家呢 其实这一招真是 是我们的 烧恩夫教的 入升级就按升级 跟人说一下 入升级就大家看着上高 看着下低 都不知道看什么 有什么意思呢 尽量去接触下人 尽量去聊天 真的很开心 如果想知道 多些的 的 一些 技巧 我们看YouTube 里面的 Official Mawc 我都经常都会看的 那我发觉呢 英文台也好看 普通话台 更好看 所以呢 每周的训练之前呢 亦都希望大家 可以在Facebook里面 去share 你们的 就是 得出来的积分 大家参与 一起参与 我们会做得 比 更有 就是更开心 以及更用心的 你看看我 多乖 是吧 你们一说的时候呢 今天呢 我就想想 做 contractor service 不断 随手 防导系统 我想 看看 刚刚 就是我的 信箱里面 收到一家公司 来 说他有提供 这些系统 那我就一搜 原来他都没法连结的 这个就是我的target 所以我很开心 今晚就是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